在A股本周第二次触发熔断机制提前收市之后 证监会昨天晚上10点多发布了上市公司 而是之前发布的公司的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从2016年1月9号起就开始实施 减持规定要求大股东三个月内通过集合进加抛售 不得超过1%并且需要提前15个交易日披露减持计划 证监会指出了减持规定出台之后将不会出现减持潮 引发市场大幅度下跌的说法也没有根据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证监会金融公司等国家队即将退出 其稳定市场的职能不会发生改变 以此来缓解市场对于1月8号 也就是昨天的解禁潮 是今天的这样一个担忧